嗨 各位好 我是挖寶 屈安哥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 一個月啦 好不好 一個月最少你要讓你的挖 泡澡一次 泡什麼澡呢 泡藥澡 說了泡藥澡也沒有 確定的說一定要用什麼藥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種粗鹽 用非常非常細的 用海鹽也可以 這個不是實用鹽 記得不能用實用鹽 或者是優點 優點也可以 還有我之前用的抗菌也可以 因為我覺得抗菌的比較貴 所以我就沒有用抗菌了 OK 我先放個水 那我們要讓挖泡澡的時候 一定要確實注意 這個環境 我們要清一下 先洗一下 OK沒有問題 那如果說你要用粗鹽的部分的話 海鹽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先把鹽巴 先放下去 佐亮就好了 不要太多 你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這都絕金塊的 所以你可以先放下去 慢慢的搓 讓它整個都 溶解掉 像這樣啊 有絕金塊有沒有 要有絕金塊 你要把它整個溶解掉 那我們要 讓挖寶泡的時候 盡可能 盡可能同品系的 就是你的挖口有很多的話 像我的挖有很多的話 我可能就會同品系的 例如 黃金小蛙 我覺得都會用黃金小蛙 同一個地方 那如果說 你是有用這種飼養的有沒有 你就個別泡澡就好了 不要一起 不要一起把它弄在一起 好不好 個別泡澡 盡量避免有細菌感染的問題 盡量避免 不然你另外一隻挖 如果身上有疾病的話 它已經跟病毒共同了 對不對 那你另外一隻挖的免疫系統 如果沒有很強的情況下 就會有可能會生病 差不多這個蛇魚就好了 OK 好 我現在要放蛙下去了 看一下 要放 放個那個 比較特殊的蛙種 好不好 這個 哈密瓜的 哈密瓜 那你在泡澡的情況下 在泡澡的情況下 你也得讓你的蛙 適當的游一下下就好了 不要游太久 你的人一定要在旁邊看 好不好 你的人一定必須要在旁邊看 人一定要在旁邊看 不然你的蛙一定 蛙 腳蛙它是兩棲動物 它不是水生性的 如果它游得太累的話 有可能會投胎喔 好不好 所以這部分 你 各位一定要非常地了解 好 我們再放其他的蛙寶下去 躲到旁邊去了 躲到旁邊去了 這樣游得差不多了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撈上來 然後 平均三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不用太久 三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移動一下位置 不然我覺得這樣速度好像有點慢 移動一下位置 好 這樣子應該OK 好 這樣子應該OK 如果你的蛙口沒有很多的情況下 各位就 分開 分開泡澡就可以了 就是自己的飼養盒分開泡澡就可以了 好不好 記得喔 記得喔 無論你用什麼樣的 方式讓蛙泡澡 你所有的東西 無論是海鹽抗菌 優點 還是 你覺得可以 可以用的 還有例如有的蛙生病抗生素 那些藥品的東西 一定都得稀釋到稀釋到不行 好不好 不要直接 不要直接就接觸到蛙的皮膚 一定要稀釋喔 好不好 咬到了 你看 咬住了 那當然歡迎 沒想要來賞蛙的朋友 可以跟我預約 預約時間 來這裡 洗手台賞蛙 好不好 今天天氣還算不錯 5月18號 2022年 上個禮拜幾乎 都下雨天了 很多 很多吧 同一個品系 用 用同一個地方 泡澡就好 好不好 我現在用的是特殊品種的哈密瓜 哈密瓜霸蝶 哦 這種 這種 色系的哈 女性的是不是非常少 好可愛喔 看他們游泳真的是太可愛了 泡澡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看你挖的狀況 平衡感啊 活動力啊 還有可以幫助它代謝啊 都是一個不錯的方式喔 平均你可以一個禮拜一次 或者是做大保養 像我這樣子就是一個月做大保養一次這樣子 待會我會把鏡頭拉起來看一下 像這樣群體游泳的齁 像這樣群體游泳的齁 各位有沒有看到像這樣子他們就互咬在一起了 在這裡 我現在手比了這個地方 呵呵 就咬了 咬在一起了 所以為什麼盡量不要群養會比較好 咬在一起就真的很麻煩 你看喔 我們注意在看的時候 它都會咬在一起 如果你群養的話 有可能你上個班回來看一下 奇怪 本來兩隻怎麼剩下一隻 另外一隻怎麼變得那麼胖 對 就被存掉了 出口 有用 有用 不然